体内有癌 睡眠神殖 睡觉时若出现四种异常 建议早做预防 人人都在谈癌色变 虽然现代医学一直在进步 但仍然无法攻克癌症 无论是哪种癌症 都会让患者身体异常虚弱 承受着各种痛苦 如果能早发现 早治疗 还有可能达到临床治愈 因此我们应多留意自身的症状 如果睡觉时出现以下四种异常 要警惕 要及早查明原因 第一个 持续性疼痛 身体的某部位出现持续性疼痛 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 特别是在夜间疼痛感加剧 那么就要引起高度重视 夜间持续性疼痛可能是骨转移性的疼痛 若疼痛发生在脊柱 可能是前列腺癌或肺癌 所引起的骨转移 如果疼痛集中在肩膀前或胸骨 可能是白血病或甲状腺癌 所造成的骨转移 二 夜尿多 如果排除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 还是频繁的起来上厕所 那么就要考虑病理性因素了 肿瘤性病因的包括前列腺癌 膀胖癌 盆腔 临近膀胱的肿瘤等等 很有可能因为肿瘤的侵犯 压迫刺激排尿系统 引起排尿的频繁 三 异常的倒汗 如果出现严重的倒汗情况 且伴有乏力啊 食欲下降啊 身体呢 出现莫名的肿块等问题时啊 就要引起注意了 四 发烧 如果晚上啊 反复出现不规律性的低热 打针吃药都没有效果 这种情况呢 一定要留意 是否是体内出现了癌细胞 癌症发热 是因为 癌细胞生长速度过快 体内的血液循环呢 无法满足癌细胞的生长的需要 这个时候呢 癌细胞呢 就会不断的坏死液化 同时呢 释放炙热物质 患者的体温 便会随之升高 上面这种情况 不一定是癌细胞造成的 大家不要对号录作 但是 也不要掉以轻心 身体呢 出现问题 及早查明原因 这种情况 在这个预线 再来 你 这种情况